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765天 昨日在克里米亚 俄罗斯又损失了一架战斗机 3月28日 部署在克里米亚半岛克曼的俄防空部队发射Pensiris-1防空导弹 成功击落一架在塞瓦斯托波尔上空飞行的俄军苏27战机 影片显示 飞机被击中后起火 然后坠入离岸边不远的海面上燃爆 俄战领区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当天证实 一架俄军飞机当天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坠入黑海 飞行员在坠毁前安全跳伞 受此影响 该市的海上客运已经暂停运行 他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 一架军用飞机坠入海中 没有民用设施受损 飞行员弹射了 他的生命没有危险 最近乌军持续以导弹和无人机 袭击克里米亚半岛俄军目标 俄黑海舰队总部所在地的塞瓦斯托波尔市 是乌军导弹 无人机经常光顾的地方 可能搞得俄防空部队官兵 每天精神紧张 但这架低空飞行 肉眼可见的苏27战机 为何成为俄防空系统的打击目标 真是匪夷所思 回到战场上来 过去24小时 俄军继续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袭击乌各地电力和供水设施 双方接触线上的战斗依旧 阿弗迪福卡前线 过去24小时 乌克兰第47旅机退了俄军一波又一波的人肉攻势 由于过去一段时间的大型机械化纵队进攻 不断被第47旅摧毁 俄军又恢复了小组作战模式 他们认为 由于乌克兰部队弹药的匮乏 2-3人的小组 是不会受到炮火和无人机的攻击 可以顺利地实现他们的人海战术 占领乌克兰的阵地 但他们再次失望了 东部前线 俄罗斯正在使用新款ODAB-1500 轰炸乌克兰苏梅州地区 这种ODAB爆炸后可以烧毁周边一切 2024年1月初 出现了第一个使用带有UMPC模块的 ODAB-500航空炸弹的记录 UMPC模块使得他们具有滑翔特性 这次在苏梅州记录到的 ODAB-1500是首次经证实的 如此强大的炸弹 这些炸弹使用还仰乙丸 或建屋二锡作为炸药 有效冲击面积达300平方米 压力达到90至120个大气压 TNT当量的比功率约为一吨 如果使用ODAB-1500 则有效冲击面积达500平方米 两年 乌克兰的天空仍然无法封闭 乌克兰人民仍然承受着 俄罗斯侵略者的无休无止的轰炸 新海里福卡前线 地理定位画面显示 俄罗斯在该阵东北部和市中心推进 东北地区此前被认为是一个灰色地带 但现在很可能已经由俄罗斯控制 初步信息显示 乌军撤退到了西部 但还没有得到证实 扎波罗六前线 乌军第一总统旅 第三机械化营使用夜间FPV无人机 击退了扎维特内巴赞尼亚以东进攻的俄罗斯人 地面薄荷前线 昨日另一个俄罗斯人的藏身处 一个无人机指挥所 被乌军的JDM-E3摧毁 过去一个星期 乌克兰边防军摧毁了 左岸俄军的几件重型设备 包括一门地 二式榴弹炮 一辆装甲车 一辆卡车 和两套伪装装备 克里米亚方向 俄罗斯频道报道 乌克兰战斗机在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活动 克里米亚面临导弹威胁 晚点应该会有 进一步的消息 俄乌战争爆发第765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 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820名 累计俄军44.08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 约为1比1 摧毁俄军8辆坦克 27辆装甲车 6套防空系统 2套火箭发射系统 50辆油罐车和后勤 重载车辆7套特种设备 28门火炮 拦截了56架自杀无人机 5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 粗略估算 乌军官兵损失约9.2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 同样为1比1 另有超过2万名乌克兰 平民遇难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3月28日在国际社交媒体上表示 当天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进行了电话会谈 主要争取众议院放行原污拨款法案 支持特朗普的众议院保守派议员 为帮助特朗普胜选 拒绝表决任何原污法案 导致美国原污资金枯竭 约翰逊在电话中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他拒绝承诺启动原污法案的表决程序 泽连斯基表示 美国国会尽快通过对乌援助决定将至关重要 他表示 众议院内虽存在很多不同的立场 但关键要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得到统一 我觉得美国政府和各方面该做的工作都已经做了 如果共和党众议院里面的特朗普铁杆支持者 非要配合特朗普的选举立场 一直封杀对乌军援拨款法案付诸表决 最后只能留到年底 由美国选民用选票来决定 由此产生的恶劣影响 特别是美国盟友对美国的失望 严重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我坚持原先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不变 第一 美国如果放弃对乌援助 或者说只能向乌克兰提供借款支持 无疑会对美国的国际声誉 和西方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产生致命伤害 第二 我相信多数美国人 不会支持共和党的孤立立场 因此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阻挠援武法案的做法 使得许多美国人不得不含泪 投票支持拜登来阻止特朗普当选 第三 美国对乌军援极其重要 但即使万一特朗普当选 美国真的停止对乌军援 依靠西方阵营其他国家的支持 乌克兰最终还是会赢得这场战争 如果美国能一如既往地提供对乌军援 以俄罗斯被完全驱逐出乌克兰领土 乌克兰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标志 我认为乌克兰最可能在明年赢得战争胜利 如果美国停止对乌军援 乌克兰赢得战争的时间可能会推迟一年 所有声称乌克兰无法打赢这场战争 只能割地求和的说法 无一例外都是来源于俄罗斯自七七人的宣传战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 当地时间3月28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当天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 进行了电话交谈 当天双方就乌克兰武装部队未来需求 以及必要援助等进行了交谈 双方特别就加强防御问题 以及2024年相关战略问题进行了商谈和分析 布朗表示强化乌克兰军队的能力 不仅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 也是北约伙伴和盟国的长期战略利益 即使美国政府没钱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 但美军对乌克兰的战场情报支持还在持续 这些支持对乌克兰已若胜强至关重要 因为美军的综合实力在西方阵营中首屈一指 因此无论如何乌克兰军方会持续跟美国军方保持联系 除非将来特朗普当选之后下令停止这种合作 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 正如我昨天影片分析的那样 乌官方消息透露 捷克等国已与匿名的国际军火商签署协议 将为乌克兰提供100万枚炮弹 比原先异象协议中的80万枚多了20万枚 首批弹药可能比预期时间更早运抵 第一批弹药预计于3月底4月初运抵乌克兰 捷克方面之前表示 包括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挪威等15国 提供了购买80万枚炮弹的资金 第一批弹药为30万枚 第二批为20万枚 这两批弹药将在今年交付乌克兰 目前各方提供给捷克的资金 足够为乌克兰购买100万枚炮弹 除了捷克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这批炮弹 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和欧盟成员国都在扩大弹药生产 预计2024年底弹药产量将比2022年翻倍 欧盟成员国计划在2025年将弹药产能再增加50% 多出的产量主要提供给乌克兰 其他的用于补充各国消耗的弹药库存 捷克原本是苏式武器炮弹生产大国 鉴于乌克兰有大量苏式装备 为满足乌克兰战场的需要 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获得欧盟和其他伙伴国的资金支持 启封了许多苏式武器弹药的生产线 以满足乌克兰军队补充弹药和维修设备的需要 根据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海关的公开资料 俄罗斯3月份从白俄罗斯进口的汽油增加了6倍 俄罗斯同时停止了成品油对外出口 这间接证明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各地的炼油厂 和储油设施的袭击 已经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 使得俄罗斯由成品油出口大国变成了进进口国 据路透社报道 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炼油工业的打击产生了明显效果 即从3月1日起停止出口汽油6个月后 俄罗斯增加了从白俄罗斯的汽油进口量 以应对俄罗斯国内的汽油供应不足 路透社评估后认为 在短短几周内 乌克兰军队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 就破坏了俄罗斯约14%的炼油能力 俄罗斯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 不仅减少了克里姆林宫的财政收入 还会带动俄罗斯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上涨 最终加大克里姆林宫的战争成本 尽管克里姆林宫对炼油厂不断遭袭 表现得云淡风轻 但乌克兰军队这回成功击中了克里姆林宫的七寸 那么克里姆林宫是怎么应对的呢 迄今为止 我们尚未从公开报道中看到 俄罗斯军队有效加强了对炼油厂的防空保护 或许对乌克兰的大规模远程精确打击 以及通过秘密渠道迫使美国政府向基辅士加压力 使克里姆林宫试图阻止乌克兰军队 继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 但克里姆林宫从未公开承认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并未公开表示 阻止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但同样也没有表示公开支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在新闻发布会上拒绝回答美国政府 是否要求乌克兰停止袭击乌克兰炼油厂 我不会谈论具体的对话 但从这场战争一开始 我们的立场一直是我们不鼓励或支持乌克兰 在其领土之外发动袭击 马修·米勒和记者的对话被公布在了美国国务院网站上 乌克兰政府则否认了金融时报 关于美国政府呼吁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的报道 但在接受Politico采访时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却表示 他能够感觉到西方盟友希望乌克兰捆住手脚与俄罗斯战斗 而不能放开手脚与俄罗斯战斗 库列巴还表示 他担心支持者们会守口不一 即行动不符合他们的言辞 随着战争的继续 支持者们正在恢复正常 承诺的武器要么被推迟 要么供应不足 更别说提供那些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 在乌克兰军队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炼油厂的同时 西方的制裁也成功减少了克里姆林工的能源出口收入 以天然气为例 在2022年 俄罗斯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收入为630.5亿美元 净利润169.9亿美元 而在2023年 俄气的收入为367.9亿美元 净亏损31.6亿美元 俄罗斯无法找到足够有分量的替代市场 弥补在欧盟市场的严重损失 而在石油出口方面 除了严格的价格上限 打击影子舰队等措施外外 西方还在金融上发力 路透社3月27日报道称 在美国制裁的威慑下 阿联酋和土耳其的银行都采取了措施 这导致俄罗斯石油公司 遭遇了长达几个月的付款延迟问题 甚至不再为俄罗斯客户服务 克里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 已经承认了这个问题 美国财政部对支持俄罗斯的外国金融机构 采取了二级制裁 即便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也无法避免 阻止任何实体或个人 帮助俄罗斯出口石油 瑞士则继阿联酋之后 开始关闭俄罗斯账户 不再为那些拥有大额资产的 俄罗斯客户服务 瑞士Leolex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 罗曼·库迪诺夫 向俄罗斯媒体测量报 证实了该消息 即便是客户同时拥有瑞士国籍 也不可避免 除非客户提供放弃俄罗斯公民身份的文件 才可能进行进一步沟通 阿联酋 土耳其和瑞士等国为俄罗斯 在出口石油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 但在美国二级制裁的威胁下 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 纷纷与俄罗斯客户做切割 路透社认为 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威慑 使得俄罗斯无法从阿联酋 土耳其和瑞士等国收到石油出口收入 这减少了克里姆林工的外汇收入 并让其石油收入变得不稳定 制裁对克里姆林工的财政收入 产生了进一步明显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俄罗斯政府增加税收的报道 开始多了起来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考虑加税 尤其是实施累进税 特别军事行动每天的直接开支 就需要花费约3亿美元 如果再加上军工生产等 花费会更大 而财政收入却在不断减少 虽然克里姆林工强调 俄罗斯GDP在增长 但这种增长跟巨额军事开支 和安全开支等有关 这不会创造任何经济价值 反而会因为高利率 大量年轻劳动力被征兵 进入国防工业 以及逃离俄罗斯 而损害真正创造价值的民用经济 俄罗斯媒体《消息报》 在某种程度上 回应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消息报》 根据俄罗斯政府各部分的综合数据得出结论 高通胀导致的实际收入减少 正在让俄罗斯人越来越难维持升级 在2023年 有将近800万俄罗斯人 停止支付住房和市政服务费用 俄联邦法警局的数据则显示 截至3月初 有370件与住房和市政服务有关的追债案件 尚未结案 很多债务人则已被宣布破产 从公开报道中 我们看不到俄罗斯政府能像乌克兰政府那样 从外界获得大额财政支持 不管是免费援助还是贷款 事实上 任何可能的支持者 在向俄罗斯政府提供这类支持时 都要考虑到西方报复 制裁的问题 尤其是在可能的支持者 本身就面临经济问题的时候 制裁起效很慢 但却在不断加剧 收紧套在克里姆林宫脖子上的经济套索 克里姆林宫自然不敢束手待毙 也在通过各种手段破局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在经济上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俄罗斯 很难有什么手段 在这方面反之拥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对手 就像港剧大时代 说的那样 在这个领域 比的不是谁人多 枪多 而是比的谁钱多 很不幸 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几乎没什么存在感 目前乌克兰在战场上处于不利局势 但预计很快 这种不利局势就会谷底反弹 捷克等国为乌克兰找到的炮弹 将在4月起运 美国众议院会在4月投票 新元乌法案 最困难的日子即将过去 战争长期化 比的不是一两场战役的胜利 而是谁有更多的资源 除非西方不再支持乌克兰 否则 在这场战争里 时间并不在俄罗斯一边 或许这也是关于 普京打算拿下哈尔科夫后 逐步停战的主要原因 普京其实很明白局势 除非和大战遇时俱焚 否则俄罗斯的家底 真不够霍霍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 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 明天和大家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